這一包面也是跟湯瑪士有關 他走投手 所以剛剛那個跑者的離壘走色還是怕怕的 音錯陽差的變成一個倒壘成功 現在量好餘患 哎唷好球 把林志森給拉掉 林志森一拐一拐的回去 林志森的點擊的確是非常的漂亮 等於就已經投在內腳本壘板的那條線上 腳好像有點傷勢喔 防護員也跟得上來 他支持他的左膝蓋 現在輪到林宏玉 今天三次打擊並沒有安打 哇 今天藍兵哥仔細一看 整場比賽快要打完了 三隻安打 打了三隻安打 目前為止還沒有攻下任何的 一分耶 今天球季 南兵哥有被 對手呢 一次 玩封 不過不是單一投手 有接力的一個狀況 連手玩封過一場 也就只有一場 那今年這樣的場次 東部球員也不多 那 南兵哥是4月8號在屏東呢 被施隊2比0關空 反觀兄弟相對的部分呢 本季還沒有把對手玩封過的紀錄 不管是單一投手 或者是投手的這個輪流的一個接體 放落空 那是三陣呢 連續兩個強打棒 這一局呢 所以如果能夠有這樣一個三陣率的表現 當然打Closer就很適合了 而且今天我們看到 湯瑪斯上來做中繼的過程當中 的確控球的能力展現得非常的好 而且他用球式是很精準的 現在是兩出局 跑者還是在二壘 九局的上敗 南兵哥最後的一個希望呢 寄託在 陳冠仁的身上 陳冠仁目前為止 在這場比賽呢 兩打數沒有安打 有一個寶送 那明天呢 兩隊要轉戰到新莊球場 是皮薩蒙要遭遇到新秀如少羽 哎唷 這個球捕手擋得還不錯 但是呢還是 沒辦法阻止二壘上 跑者上三陣 因為畢竟在 二壘有跑者的狀況下 如果是 捕手擋的球 彈的位置是比較遠的話 那以二壘的跑者來講 都有比較充足的時間可以上三陣 現在是兩出局三流人 關鍵還是在投打著一個對決上投了 相對差一個出局數喔 也可以終止 最近的一個三連敗 今天投到現在喔 其實 兩任的投手 真的把LAMIGO的打擊 其實是讓他們一籌莫展 沒錯 這麼強悍的打擊部隊喔 只是打了三隻安打而已 而且昨天火力也都在新竹發揮得還不錯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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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壞球之後呢 來了一個好球 打著沒有出棒 今天林志聖呢 打得 幾百塊 加上身體還有很多地方有一點疼痛 而且今天有一個出身球 嗯 剛剛那個打擊結束之後呢 好像左腳的膝蓋又不太舒服 這場比賽林育青 那也機會拿到今年的第四場的一個滲頭 目前各個新秀當中呢 本土的選手來講 拿到十勝了 目前林育青當然 目前的狀況是最順利 超十勝來賣進中 好球啊 最後沒有出棒 打擊的 陳冠仁遭到了三陣 最後是來了一個連三K啊 也結束了這場比賽 中場呢 兄弟相對在天母球場也6比0 玩瘋的藍明哥桃園隊使得雙方在三連戰的前兩場 是各拿得一場比賽的勝利